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生機邪武者 那我們今天的話一樣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最新可以用的禮包序號 那最近的話是更新的超多 那我們也一樣來直接兌換給大家看了 好那麼首先的話就先點左下角這個齒輪了 然後接著的話再點擊左方這個禮包兌換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輸入第一個禮包碼這個B-L-O-O-D 3個6 然後按下方兌換這邊可以顯示兌換成功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也是差不多步驟D-A-N然後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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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然後也一樣可以兌換 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D-I-A-N-O-N-D 3個8 然後也是按兌換 然後也是顯示兌換成功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D-I-A-N-T-R 3個6 這個大小顯應該是沒有查的 所以說都是可以兌換的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D-I-A-N-O-N 3個6 好那也是按這個兌換這邊顯示兌換成功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ET-3個6 ET-3個6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G-I-N-O-3個6 G-I-N-O-3個6 然後接下來的話把這個後面3個6改成3個7 好這邊也是顯示兌換成功 好接下來的話把他改成3個8 G-I-N-O-3個8 好那也是兌換成功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G-O-D-3個6 G-O-D-3個6 好那再來的話是這個G-O-O-D 然後後面是2萬喔 好那也是兌換成功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G-I-N-O-D-3個6 G-I-N-O-D-3個6 好那這個是接下來是這個之前兌換過的 這個G-J-A-N-O-D-3個6 那這個我已經兌換過 那沒有兌換的話你們應該是 也是可以兌換成功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G-I-A-N-O-D-3個6 然後接下來也是一樣的步驟改成 後面改成3個7 好那再來的話是這個G-I-R-3個8 G-I-R-3個8 好那再來的話是這個L-O-U-I-S-3個6 L-O-U-I-S-3個6 好這個兌換碼真的是非常多喔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N-X-W-D-N-O 然後也是按兌換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ONG 然後3個6 ONG3個6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PC-3個8 PC-3個8 好那接著是RY-3個9 RY-3個9 RY-3個9 那接下來是這個Stanley-S-T-A-N-L-U-I-3個6 好那接下來的話是這個T-A-T-G-O-R-3個6 然後接下來的話還有還有很多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改一些數字而已 接下來是T-K-3288 T-K-3288 然後接下來是T-K-6388 T-K-6388 然後接著是這個T-K-4個8 T-K-4個8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改成這個9527 這個的話我們應該之前也是成功兌換過 好那再來的話是這個VIP-3個6 VIP-3個6 然後接下來是改成VIP-3個7 VIP-3個7 接下來是VIP-3個8 VIP-3個8 最後一下還不錯 它沒有鎖那個兌換的這個間隔時間了 好接下來的話是這個WEI-WEI-3個6 好那我們也是成功兌換 好接下來的話這個W-E-L-C-O-N-E-3個6 好這個的話我們也是已經兌換過的 好接下來的話這個W-E-S-T-D-O-R-3個6 好這邊也是兌換成功 然後最後的話是這倒數這兩個喔 好這個YYNN然後3個6 好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成功兌換了 好接下來最後一個的話這個YYNN3個8 YYNN3個8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一些比較特殊的事前福利 那麼可以來到它的這個事前預約網站 那這邊的話你就先點一下這個 登錄一下你們這個手機號碼 然後接下來點右邊這個查詢獎勵 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預約的獎勵項號 還有一些抽獎號碼 以及FBI按讚項號 還有我們的商店預訂項號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實際複製一下給大家兌換看看 看看兌換到的獎勵是什麼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事前預約獎勵 那這邊的話都是確實是可以兌換成功的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的話是這個FBI按讚獎勵 好那接下來第三個的話是我們這個商店預訂獎勵 好那我們這邊都全部都兌換 那我們這樣的話都兌換成功了 好那這樣的話都是成功兌換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可以到這個 左下角這個郵件 可以看到我們這郵件的話 右上角這個數字有35個 剛剛兌換的是相當多啊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用一些事前預約獎勵喔 那這邊的話可以拿到還蠻多的這個 戰點啦 然後這邊的話是事前預約的BOSS 他就可以直接拿到全服的這個獎勵喔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開局 只要到達這個等級65等就可以直接領取 然後右方我們現在要領我們禮包嗎 獎勵的話我們要點右方這個通知喔 那這裡的話就是有看到這邊非常多的獎勵禮包喔 重點的話重點是可以拿到這個佔領的召喚器啊 那我們新手的話就可以先來領一下 然後的話這樣就可以直接開刷我們的手抽喔 可以看到這邊的禮包都有送還蠻多的這個還蠻有用的這些支援啊 都可以拿到還蠻多的這個佔領器喔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社團的好康啊 A到F喔 然後史丹利專屬禮包喔 這每一個不同的實況主都會多拿到一個這個召喚器啊 然後這裡還有FB這個社群加入 還有放火啊武王欣喜禮包 欣喜好禮這邊都是可以做領取喔 好那麼這邊就把它全部都一屆領取起來 好這邊就全部都已經領取了 然後左方的話這裡也是可以 把它全部都領取了 然後領取之後呢就可以使用這些碎片 直接召喚出來這些戰 好我們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最強只有 那我們可以來稍微看一下這個衝擊排行榜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前三名的職業分別是什麼 那第一名的話是我們這個刺客喔暗殺者 那後兩名的話魔帝我們的這個聖槍使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我們這個也是聖槍使 那看起來聖槍使還是比較多人玩啊 蠻推薦大家可以也稍微不知道玩什麼的話 可以玩一下我們的這個聖槍使喔 然後最後的話我們來推薦一下這個比較好用的佔領喔 那基本上呢推薦的SSR佔領呢是有這兩隻啊 那首先呢推薦的第一隻就是我們的這個海妖公主 那可以給敵方上這個這個debuff啊 可以讓敵方單位收到的這個10%一傷效果 可以讓我們造成傷害更高啊 然後接著的話比較偏向這個控制型喔 就是我們風雪之怒 那它可以造成減速之外 然後最後的話可以引發爆炸 重點的話可以冰凍範圍內的敵人兩秒 要知道我們這個UR的角色它也最多是控制兩秒 然後的話所以說蠻推薦 如果你們有SR的話可以著重刷自己直來玩玩看 然後接著玩UR的話當然這個強度也是非常高嘛 可以對敵方角色造成大量的這個佔領傷害 還有玩家的傷害喔 好那麼最後的話就來實際抽一下召喚一下 我們剛剛領了這麼多的這個召喚券嘛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可以稍微購買一下喔 來購買需要花這個800個這個鑽石啊 把賺了好那麼就直接開抽喔 那這個抽到SSR的機率應該還算是還挺不錯的 它也是有這個保底機制喔 好那現在的話是沒有一支SSR 那麼接下來再實際召喚一次 好那最後召喚10次 50次召喚那就中了這個SSR 好就抽到我們剛剛推薦這個風雪之怒 還是蠻農就抽中吧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我們的這個 生機邪武者的最新你幫忙序號總整理分享 以及最強的佔領還有鐵令之夜選擇推薦介紹 就是我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就可以了